大家好,我是康朝國際學校的吳凱倫,今年要升高二,那我一開始來到這個營隊是想要多增加一些對於新聞台還有主播還有口說方面的一些經驗,那在這三天內我最學到的,影響最深刻的東西是溝通三明治跟電梯簡報, 那溝通三明治我覺得很有用,因為我的口說方面我自己是比較有自信的,但是在像是記憶要自己去備稿的時候我就十分有障礙,但是溝通三明治的話就可以讓我的內容更加的吸引人,然後也可以讓內容更加的豐富有趣,而電梯簡報我相信非常有用是因為它可以讓我在未來的職場上面可以向我的老闆可能報告一些現在的公司情況,那我就覺得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技巧。 那我也覺得說就是在這幾天下來,我很開心有認識很多不同的人,然後也得以去不斷的上台報告,然後展現自己的自信以及可以口說方面的能力。 那我也覺得很感謝這裡的老師跟工作人員,然後也非常喜歡這三天的影隊。 所以我很推薦就是如果你的對於口說方面比較不熟悉,然後也很好奇主播以及新聞台都是怎麼做的話,我覺得非常推薦這些人來參加。謝謝。 。